现在目前赖清的当选之后 台湾的外交处境上面 是不是接二连三又有其他国家 可能要断交了呢 我们看到土瓦鲁如果 跟我们断交的话承认 中国大陆的话澳洲的 外长表态他说不会干涉 这是土瓦鲁自己的主权决定 澳方是不会来干涉的 路透社有提到 美国正在施压宏都拉斯 2023年当时的一个报道 他说阻止与台湾断交 以前美国可以对宏都拉斯 有这样的施压 就说不可以跟台湾断 现在这次土瓦鲁的断交消息 美国跟盟友 怎么好像不出手了 另外看一下土瓦鲁断交 涉外人士说 这消息还是从诺鲁来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诺鲁还比我们早知道 土瓦鲁驻台大使 他说听说的消息 是从诺鲁来的 可能是中国大陆 另一波的外宣操作 土瓦鲁的驻台大使 他提到了这件事情 但是土瓦鲁的外交官 从诺鲁听说 土瓦鲁这个机密决策 是让大家觉得说 有点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总之我们的外交 的确大家现在是 觉得说很担忧 接下来其实还有可能会有 其他国家跟进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再来我们看看小马可市 因为祝贺赖清德当选 被大陆呛说要多读书 现在小马可市改口了 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所以态度上面也有所转变 他说菲律宾的政府 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我们是奉行一中原则 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祝贺赖清德只是一个 基本的礼貌 这可能这个绿营听到之后 又要有一点难过玻璃心 因为他们那时候 才吹捧了小马可市一阵子 那现在看看 这个菲律宾跟越南 要签署海上的MOU 被视为是联合的战线 这战线是代表说要联合起来 对抗中国大陆吗 因为他下周预计要访问越南 两国签订这样的一个 海上被忘录 是要升级两国的海巡队合作 那这是要抵抗北京 在南韩主权争议的一个 联合战线吗 那南京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这个陈汉萍他提到了 小马可是上台以来 其实是步步为营的 他有两手策略吧 大概一方面是背靠着 美方跟中方对抗 然后向美日换取一些实惠 另一方面是要激起 菲律宾的民族情绪 转嫁国内的矛盾 所以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看法 他说其实呢 小马可是退任何一步 都是为了进两步 也就是说小马可是 背后算计的可多 你现在不要觉得他好像 退了一步吗 又提到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会不会他背后还有一些 他的算计在后头 那再来我们看看 美军现在要补强印太的战力 连罗斯福号航舰也都 进入到了第七舰队的防区 他们的核心 应该是核动力的航母 罗斯福号打击群 正式进入到了第七舰队的防区 成为美军第七舰队的主力 雷根号卡尔文森号的打击群 之后的第三艘航母打击群 然后呢 之后会来巡异亚太的地区 连B-21突袭者 也被人家发现到说 在加州这边持续在试飞 而且已经进入到低速生产的阶段 五角大厦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因为B-21有次世代逆踪能力 具有9000公里的航程 还能够携带这个空射型的核弹头 那这个在赶制B-21这个消息 大家就开始在揣测了 就说这B-21因为有强大的引擎能力 可以穿透中国大陆他们的防空体系 那所以这个B-21 未来有可能会部署在 中国大陆周边的一些地区 主要就是这边的一个美军基地 可能会变成它的重点布局 B-21的一些区域 就是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圣锋哥怎么看台湾现在目前外交 又要再断了吗 第一个一定会断 而且陆系都断 剩下的都是你练不出民族来的国家 就是跟我们有邦交的 像我们有个很有名的邦交口 San Silicone 很多要问 真的 在哪里 没有啦 San Silicone Silicone就是那个连组记 反正我们加一个San San Silicone有没有 就是啦 这是个网络笑话 我在瞧不出来 会不会 我听着Silicone 就是Silicone 我就是加一个算而已 这个不是在看不起我们自己 是我们这样的做法 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 作为一个中华国国民讲这句话 当然是充满了泪水 充满了难受 但这个难受是谁造成的 不是我们期待的 是这些搞政治人造成的 还会断 你看诺鲁 什么宏都拉斯 我看南美洲 大概快清零了 这个应该 这一教授应该很清楚 我们南太平洋那几个国家 就花了千辛万苦 把它弄过来 有些比一个理 还不如一个理的人口 我们详尽办法把它弄到 平等的地位来 能撑多久 因为这是一个实力跟现实原则 从一个角度再来看 延伸下来来看 两岸之间本来是九二共识 是两岸的共识 然后国际之间是一宗共识 不要听得不舒服 这就是事实 一宗共识是国际共识 所有要跟中国大陆有往来的国家 你就必须接受一宗共识 那马可思就是一个问题了 他踩了红线 红线又一压马上就吞回去 而且回应 不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回应是更精彩 更让你难过的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跟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那个是有差别的 连这种话人家都说出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争取这些绵面话的同时 假如跟北京之间 没有一定的谅解 这些绵面话当我们喜 高兴的一天 我们要付出了更严重的代价 那就是 菲律宾在告诉全世界一件事 我们接受一个中国的共识 是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国际共识 更是如此 那台湾更情何以堪 所以真的不要去操作这个事情 操作的结果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都很大 注意越南跟菲律宾要签的MOU 不管现在这一些 幸灾日后的人怎么讲 都一回事 签出来再说 理由很简单 菲律宾现在有 美国在撑这个腰 但是越南 他现在发现 是美国撑腰好 或是中国大陆关系 良好对他比较好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 那就是现在在整个的南海的岛礁上 占最多的应该就是越南 因为当时趁机站 那么越南也清楚 中国大陆现在不伸手 不跟他要回这一些 因此越南也想在这里 大家就稀里呼噜花啦的有没有 所以越南对于南海行为准则是支持的 反而是谁不支持 现在只待现在菲律宾不支持 其他都已经支持了南海行为准则 那至于美国是不是把武装 撞到牙齿什么 那我只告诉各位一个最简单的数字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么中美之间在整个的太平洋的战力 那简直是不能比 到了2020年的时候 那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什么 已经扩张到从第一岛链 往第二岛链来移动了 也就是他整个的活动范围 在20年以前他的活动范围 整个台海 东海 南海 而且还跑得不够好 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 可能已经越过第二岛链了 这个时候美国要千里迢迢 把部队带到中国的近岸来 来展现他的雄风 可能有点辛苦 因为补给线太长了 好 请教杰老师 刚刚就实现我们的邦交国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案 这个就图瓦鲁很有趣 是澳洲的报纸登出来的 说图瓦鲁要考虑在26号以后 他们所谓的内阁会议开完以后 就跟台湾断交 他说这个消息是从这位 诺鲁驻台大使传出来的 澳洲传传 现在人家就会问他说 你哪里来 他说我从诺鲁厅来的 对 他这个图瓦鲁这个很有趣 传妙 这个传来传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这上面讲的这个 这个路透社 美国正施压宏都拉斯 就是阻止与台湾断交 自由时报 对不对 那是二三年的消息 对 在去年的三月十八 所以去年三月十八 这个登的消息 你晓得后来结果是什么 就断了 三月 到没有多久之后 这个宏都拉斯就跟中华美国断交 所以就证明了 就是说美国施压好像没用 美国去叫宏都拉斯 意思就是说 自由时报讲 叫宏都拉斯不要跟我们断交 结果过了一个多月 宏都拉斯就跟我们断交 那是最后一个跟我们断交 落入之前跟我们断交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所以就是说 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它可能会干涉 可是民进党政府 那时候不是也很高兴 美国施压就没事了 结果宏都拉斯还是照断 对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 这个本来就是这些国家主权 主权行为 那澳洲这个外场 倒是比较少见 他在这个还没有发生之前 他居然就说他完全不会管 对 这一点我觉得他把中国大陆 跟他现在关系的改善 当做一个重中之重 那这个图瓦鲁这个国家 离澳洲比较远一点 他是在这个纽西兰的正上方 然后纽西兰更不会管 澳洲都不管了 纽西兰管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看这些国家 自己的这个怎么讲 自己他要做一个主权的决定 那你今天要来管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来的话 就是挡人家的财路 这些国家基本上 他没有什么说 我支持你的立国原则 我支持民主 我支持谁 基本上就看你给我多少利益 那所以就是说 那你要来管的话 你给我钱 美国要管的话 你给我多少利益 你澳洲要管的话 你给我多少利益 这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 那这些国家你说 怎么都没有道义 国际之间道义 基本上你对我国家有利 我就跟你建交 那边利益大我就跟谁走 这是国际上是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外交战重新开打的话 当然跟台湾的选后的情势是有关 还有这个大选的结果 那中国大陆就重启外交战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诺鲁绝对不会是第一个 那谁是下一个的话 我想我们今后会常常在这边讨论 然后这个所谓的他的步调 我觉得是大陆在决定 那怎么决定步调一个标准 就看赖清德跟这个萧美琴 这一阵子他如何表态 他的言行是如何 好 袁老师 好 有关于土挖鲁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的话诺鲁的情况 有两个重点 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小国不要以为他小 他也是讲求实质利益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大陆并没有跟诺鲁建交 就先断交 这个的话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另外一个希望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台湾号称中华民国的同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或者连教廷都不承认的话 那个时候会变成什么局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想一下 谈谈菲律宾 这个马可士本身 他本身被毛宁讲该多读书的时候 这里面缺少了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的话 因为他上一次除了祝贺赖金德当选以外 他会提到台湾本身的地位 想要否定联合国的2758的协议公报 那么毛宁针对这一条的话 就是说请你好好读一下书 让你了解一下联合国当时 做的什么样的决议 那么一听完以后 这个小马可士马上得到的讯息 而且是他的外交部长得到了讯息 以后他就基本上就加码了 就是说不但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那至于说是菲律宾 为什么现在突然变成串上跳下的呢 这个没有错 因为我自己很多朋友是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非常情绪化 尤其重要的话 他们的民族主义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因为他7000多个岛 南南北北东东西西 大家差距很大 必须要透过这个来等于制造广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菲律宾本身 目前为止是东南亚国家 唯一没有签署南海行为准则的国家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越南本身 他们的地缘关系 是涉及到大陆的南海行为准则 南海行为准则的内容只有八个字 主权明确利益共享 大家针对这个八个字里面 也好好想一下 另外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区舰队 现在搞了三个航母 除了福特号 罗斯福号 卡尔文森号 罗斯福号现在又过来了 那么美国本身的军力是非常强大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有的时候地缘关系非常重要 我想提醒大家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现在在红海前前后后 那个湖赛 那个就是野门的湖赛武装 以前都叫他反抗军 现在叫他湖赛武装的话 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 做构成了多大的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航空母舰本身来讲的话 你要攻击别人的话 交战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没错 但是你实际上在这个关键地点 尤其是在没有得到地缘关系的时候 你要发挥什么效能 所以说地系军队的这个威力 跟以前是完全不能够相比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美国本身 一直不断地制造出这种消息来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美国的武力依然是占据优势 但是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要打了以后才知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